哈喽大家好,我是Calvin 欢迎回到酒后商谈 今天也是一期特别版的网络观察室 主要是因为前两天Family Mart就宣布 他们所有的分店都会停止售卖酒精饮料 那对于这一项决定呢 我们其实有发了一个投票箱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有1800名网友是有投票的 63%的华人网友觉得这是一个倒退的体现 不应该停止卖酒 那32%的网友觉得这个纯粹就是一个商业决策 无关宗教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到底马来网民 对于Family Mart做出的这一个决定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新闻呢 其实在5月10号就已经发布了 我等到今天才做是因为我想要让更多的马来网民 有时间去留言哦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讨论都其实没有那么的热烈 但随着时间的这一个流逝呢 我们可以看到点赞数哦 有4000个人点赞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网络观察室 看到最多人点赞的其中一个贴文之一哦 那爱心呢 有123个人放了爱心的这一个表情 评论数不多 总共只有366个人评论 以及218个人分享了这一个新闻 所以我们话不多说 还是一样老规矩嘛 对不对 我把所有的这个留言呢 全部下载了下来 并且根据这一个点赞数 来进行一个排行榜 一个十大排行榜 在我们开始念马来网民的这一个留言之前 我们先进入一段短短的广告 马上回来 各位中小型企业的老板 你想不想让你的产品或服务 让更多的大马华人知道 并且下单呢 如果是的话 欢迎来酒后商谈打广告 截至4月 我没有超过13000名订阅者 4月份每支影片的平均观看次数 更是超过了3万次 另外我们频道的观众呢 有85%都是马来西亚人 同时有超过95%的观众 是25岁以上具有购买能力的消费群体 想了解更多详情 欢迎联络016-224-6706 欢迎回来 我们马上看第一名 第一名有57个人点赞 他说什么呢 他说围教党是最好的 吉打吉兰丹和灯家楼 已经关闭了万字店 酒精饮料的销售 也仅限于某些地方 不能公开销售 让我们关闭另外三个州的万字店 一个繁荣和幸福的国家 哇 真的是非常的极端 各位 这里你可以看到呢 他不只是想要停止售卖酒精 同时呢 他还说这一个关闭万字店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还想要关闭另外三个州的万字店 那是哪三个州呢 很明显 就是希望联盟目前执政的三个州数 槟城 雪兰儿 还有森美兰 他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够成为一个繁荣和幸福的国家 真的是好可怕 这是我第一次看马来网民的留言 看到这么极端的留言 而且还有57个人给他点赞 太可怕了 第二名 有54个人点赞 他说团结政府是最棒的 这很明显跟政府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纯粹就是FamilyMart公司 自己的一个商业决策 他想要面向马来市场 马来中产阶级的市场 因此跟政府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大家不要搞错这一点 第三名 52个人点赞 他说成为穆斯林员工选择工作的地方 这一点我倒觉得还好 因为毕竟很多超市 我们去到这些便利店 大多数的这些收银员 他们都还是马来穆斯林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纯粹 第三名纯粹就是表达了一个 公司提供给穆斯林员工 更好的工作环境而已 因为他不需要去碰那一些非清真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第三名 虽然他在我们眼里会有一点极端 但是他是站在员工的角度来出发 比起第一名显然好很多 虽然他还是有一点极端 OK第四名 有32个人点赞 他说最好的 即使是外国市场也了解当地人的敏感性 本地的超市甚至想不到那么远 因为这一个family mark是日本公司 所以第四名是觉得 哪怕是日本公司 一个国际公司 也比本地的那一些便利店 更加了解当地的民情 以及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 去满足这一个市场的情况 第五名 有23个人点赞 他说family mark是最好的 虽然他是日本的公司 但他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 以后会有更多顾客来 很明显 他是觉得family mark 在这样的一个部署 其实是能够为他的公司 吸引不少穆斯林的顾客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只有family mark 是开始禁止售卖酒精 其他的便利店都还是有 照常的去售卖酒精的 因此他觉得这样子的情况 能够帮这一个公司 增加更加多的收入 因为有马来穆斯林的支持 第六名有15个人点赞 他说希望9999也是这样 因为穆斯林工人随便拿着 带有虎标志的绿色和黄色罐头 是不好的 很明显他这里连提那一个酒精的品牌 他都不想提 大家都知道绿色的这一个就是Casper 黄色的 黄色的我还是真的不知道 我不喝酒 黄色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评论一下吗 OK 第七名 14个人点赞 他说赞美阿拉 雇主和雇员不再需要承担罪恶 OK 他是觉得只要你碰到这一个 非清真的产品呢 他就是一种罪恶 所以他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呢 是好的 第八名 有13个人点赞 他说 马来西亚有61.3%的人口是穆斯林 明智的营销策略 专注于最大的市场 至少他还是从市场的角度来出发 来解释这一件事 我们也不好评论什么了 第九名 有六个人点赞 他说 7-11看起来不打算跟进 应该是不会啦 我觉得 如果7-11要进收卖酒精 早就进了 第十名 有六个人点赞 他说 全部 全部人从7-11换去Family Mark 很明显呢 有一点点感觉是要 背格这一个7-11的感觉 当然 从这里 十大排行榜 我们可以看到 马来网民 绝大多数的人 甚至可以说是一面倒的 支持Family Mark的这一项决定 那 从这里呢 其实还是有自己一个小小的心得的 像我刚刚说的 我个人还是觉得 这还是属于公司的一个抉择 他不是被政府逼的 去停止售卖酒精 这个是有本质上很大的区别的 但是 隐隐约约的给我一种危机感 就是 他会不会从原本一个商业竞争 商业决策的考量 慢慢慢慢变成 当Family Mark 禁止售卖酒精 能够获得马来市场 这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呢 导致其他的便利店 比如说7-11 KK Mark 还有这一个99呢 看到这一个市场 对于 清真便利店的这一个需求 有巨大的要求呢 自己也纷纷的效仿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的确值得我们担心的 因为 如果所有的商业机构呢 都奔向利益最大化 而做出这样的选择 其实他就 有一点点变相的剥削 我们 非穆斯林的权益 当然 我要强调一次 这个不是政府的错 政府完全没有提及 禁止售卖酒精的这一个课题 所以呢 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个人担忧 那如果大家有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 评论 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一个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